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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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减少食物的碳足迹 本地也应该大有作为 借助垂直种植系统 或巧用各种造型各异的容器 我们大可发挥创意 将果菜变成有趣的景观 装点住家 用果菜造井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绿色环保的潮流 但是要怎么种才会比较美观呢 那我们要先看那个骨架 这个你看用木做一个范围 然后看起来就会比较整齐 那你看这个木瓜 它是一个永久的果树 它在后面形成了一个煮干 那下面这些辣椒 这个九层塔 还有这个大红花 那就这样参起来 那个结构就会比较茂盛 就是要有煮干 其他比较矮小的食用植物 就可以随时地替换 栽种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除了营造景观的层次感 大家还可以多多利用植物本身的形状和颜色 来增加可看性 曼妮菜是一种半叶植物 你看它的白点 那番薯也很少人家看到红色的 它的色彩不是在上面 是在下面 那这个是一个日本仙菜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绿油油的一个菜 也有一点颜色 就可以增加整体的视觉感受 对 果菜景观设计 可以从户外移到室内 为办公室或住家 提供另外一种赏心悦目的选择 室内种植需要决定用哪一种光 和荧光灯比起来 LED灯 耗电低 效力强 又不会把植物晒伤 红蓝两次光源 又最能促进植物生长 但如果认为价钱太贵 那荧光灯还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做的这个盒子呢 是很简单的 那个水就在下面 那个植物呢 会把它的根放到水里面 我们选择的那个盆 也是可以看到那个水的那个level 就知道几时要添水 游越建议大家示众小菜苗 也就是在高级餐饮中 常被用来做点缀的美味漂亮小植物 高级餐厅就是如果牛肉的时候 它们会contrast那个味道 哇 那个后劲很强 那个辣的感觉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现菜 有土味 有腻的一些菜色 用了之后会中和它的味道 豆苗呢就有三四种 我们叫这个是crazy peas 因为它的上面会比较 好像神经神经这样 跟豆芽的味道蛮接近 好吃 室内可以控制各种种植因素 产量稳定就能够激励大家 多多耕种 借助农耕治愈身心 这样国人或许就会更加愿意 自己耕种 这对于如何在全球气候 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 还能够保证食物供应充足 是很重要的 好期待哦 通过设计改变思维 把种菜变成一个 可以创造美感的过程 还可以享受自己耕种的食物 好设计就是可以增加幸福感 不是吗 所以如果说以后 我们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 都是在自己家附近院子种的 那感觉多好 真的 又有营养 然后又安全健康 真的 但是说这个园林设计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真的可以看到有些角落 现在都开始设立了一些 社区的小花园 小菜园 是的 那么这些小角落 是给居民专门试用来种植果菜的 国家公园局在2005年 就推出了警促社区 这样一个计划 希望大人小孩 甚至年长人士 都能够在社区进行耕种 是 那想要怎么样进行这样子的计划 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有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现场 欢迎国家公园局园艺与社区造园处 景促社区副处长 卢静飞 卢处长你好 你好 也欢迎社区园丁张伟山 伟山好 你好 首先请教一下卢处长 这个景促社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是国家公园局在2005年所推出的 主要就是为了鼓励从各继承各社群的人 通过参与这个园艺活动来促进他们的牧林的关系 基本上我们也是因为借此计划 想增强我们的国家的园艺文化 来一起跟居民他们一起来实现我们新加坡的花园里的城市愿景 所以想做的人应该是很多 但是他想做他应该怎么样向你们寻求帮助呢 其实就很像伟山 在我旁边的伟山 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先他们就可以跟他们的居民委员会提出他们的申请 不过在这时候可以接着机会跟大家说的是 社区花园不仅仅是限制在组屋 公共组屋区 其实我们的私人住宅区 我们的学校 大专或者学府 都可以 甚至就是私人机构都可以设立他们 创立他们自己的社区花园的 所以当他们因为是社区花园 所以我们很鼓励他们就是组织一个小组 一起维持这个社区花园 意义上的一些知识跟交流的 我们看看伟山的成果 太了不起了 伟山一定是通过这样一个程序 对吗 然后有了自己的社区花园 好棒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有哪些产品 产品 就种植了一些什么 怎么选的 今天带了四样产品 就种植 都在你的花园里的 你的花园大概有多大 大概有120米方 四公斤 120米方 你们大概有多少人来留教育呢 对 差不多有六位吧 六位 我们看看你的东西 我带来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翻橄榄 就是可以食用的 对吗 对 它这个果实有一点酸 可是有些人喜欢酸的果汁就可以拿 这可以泡果汁 这多好 来 对 还有什么 这肯定茄子 好小 其实还没到最大的 最收成的时候 可是带来给观众看 谢谢 但是小的才香嘛 坦白说 不要太大的 太老如产 太大就太老了 对 这是什么 辣椒 这 好像吗 不会 红色的秋葵 对 秋葵 所以 女人手指 比较少见 红色的 是 这有没有看过红色的 对 很少见 这煮嘎意会更香吗 可以试试看 好 好 还有这是什么 这是桑树的果实 新加坡可以种桑树吗 就是所谓桑果吗 对 英文是茉莓 对 茉莓 可是没看到那个 青蛙 常谈到青蛙 不会 我不会这么太行 最后一种是吧 对 好 这四种就介绍好了 介绍完了 但是好像有些 比较在新加坡比较少看到的品种 对 我没有尝试种一些国外的植物 是你带来的那两包东西吗 这两包是我从北海道买的种子 就想在新加坡尝试种 跟种 不预料的真的 长出来了 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对 所以这个卢处长 基本上只要有热心 有这个兴趣 都可以去申请 对 开辟这样一个原地 对 一般上我们是 这个计划 我们其实是注重于辅助他们 辅助这群有对人有兴趣的 所以他们如果像我们收过申请的话 我们就会跟他们联系之后 然后可以给他们 不仅仅只是种蔬果 其实我们不规定他们种什么 其实有我们的一些花园 其实有一些种了一些观赏的植物 那一定很有满足感 对 也有一些 所谓可以吸引那些 生物多样化的 来吸引一些蝴蝶或者鸟类 来应防他们的话 所以从前可以先想想 自己想种什么 对 观众朋友 对 会不会也想自己动手 种一种菜 那么新加坡的天气 适合种植哪一类的植物呢 到时候可以上我们的网络 独家视频上网观赏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今天的节目到了尾声了 明天市场有约再会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